音乐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大爱已显观 我们身上每个地方 它的感受性是不太相同的 譬如说同样是这个皮肤 背部这个皮肤 它能分辨这个肩 细或者是两点 来刺激的能力 跟我们是手指的这个地方 同样去做这个分辨的时候 差异性非常大 那为什么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异 最主要就是神经的一个密度 它是不一样 感觉神经它的密度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皮肤大家可以 如果我们从白色 这个各方 这个代表的是神经的话 那可以看得到 神经的分布跟我们的血管 分布也是一样 非常高的一个状况 所以表示说 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 不管是外界的一个刺激也好 我们才能够掌握 不能说等到受伤了 譬如说糖尿病 这个神经病变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个神经 它接收度变很差 它感受不到 所以等到它已经发炎了 我们也不知道 受伤了也不知道 必须要等到它发烧了 局部那个地方已经有味道了 我们才警觉 它的一个病变的时候 它的一个感染的时候 这个可能对病人的一个病情 讲起来绝对是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 所以敏感度非常重要 所以皮肤的一个敏感度 跟我们这个神经的一个 所在的一个密度 有密切的关系 然后我们的神经的一个分布 大家可以看到 有些就是直接这样子 这个叫做神经的末梢 就这样 直接在那个地方去感受 譬如说疼痛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为什么长得像洋葱 到处有洋葱 我们身上洋葱也很多 它就是要有压的感觉的时候 这个它的讯号会放大 所以你看看 我们身上洋葱那么多 我们通通都不去使用的时候 我们怎么会有感动流泪的 那样的洋葱点会感受得到 所以要多去抚慰 多去接受很多的讯息 是非常重要 当然如果天气冷的时候 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这个地方 它的一个神经 末梢 它的一个敏感度是很高的 热的时候 它是比较深部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对冷的感受度 是比对热的感受度 要来得强很多 所以衣服 这是非常重要 冷的时候 穿的一个衣服 跟我们 比如说到北极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艾斯金某人 穿的这些衣服 肯定是要很多的 那要保持它的一个体温 非常重要 苏格兰这个地方 这位画家叫亨利·雷波恩 这个苏格兰的画家 18世纪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穿的 这个很典型的 画出很典型的 苏格兰这个裙 男生也穿裙子 就在这个地方 以前就有一块布 很方便 因为那个地方 很辛苦 所以你要让它 真正可以做裤子 来保温 很困难 但是因为这个 越困难的一个环境 它能够在那个地方成长 它的一个生命的韧力 当然也就更强 对那一点点的寒冷 它就不会觉得 那么样的一个在意 所以这种衣服 也能展现出那个民族 那个文化的一个特色出来 这是个人的一个肖像 所以你可以看到 来彰显它的 你看看都是什么 这个枪 盾牌 刀剑 然后眼光 来去呈现 所以肖像 个人的肖像 常常有一些 衬托的东西出来 但是如果是一个 比较多人的一个肖像 合在一起的时候 到底用什么去振托出 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呢 这是兄妹之间 这个几个哥哥 弟弟 还有妹妹之间的一个情感 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 这位另外一位英国的画家 拉姆奇 大概同一个时代的一个画家 他画出什么 你看看 哥哥看着妹妹 弟弟的眼神 这个让人家非常感动 然后这个妹妹为什么没有 我们可以稍微拉近一点 看这个妹妹的眼神的时候 奇怪 他为什么没有看着哥哥 相同的一个眼神 这妹妹是看不见的 所以你看看画作中 告诉我们点点滴滴的 这样的事情 另外一位画家 瑞士的画家叫 安东格拉夫 他画的 这是妈妈 那两个姐妹 你看这个妈妈把他画的 妈妈肯定很高兴 因为妈妈要付钱 所以把妈妈画年轻一点 那同样这个兄妹 姐妹之间的一个情谊 是非常深的 所以家族的一个画作 人数比较多一点的时候 大概就是要强调那个互动 跟之巴罗 妹妹 姐妹之间的 那样的一个情感 拉着手 去追逐那样的一个青春 那样的一个天真 兄弟的就很少 兄弟相对的就很少 这就是画兄弟的情感 这是一样是那位 苏格兰的画家 亨利雷伯恩他画的 你看兄弟之间 也是一样靠那个互动 靠那个肢体 靠那个彼此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眼神 感受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这另外一幅 一样画兄弟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到底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弟弟哥哥 哥哥先做 哥哥在做什么事情 哥哥在练习射箭 练习射箭 所以当时的一个 英国的一个绅士也好 他也要养成的一个教育 来达成这个 让他可以学习的很多事情 那怎么样子 晚功当晚强 射人当先射马 那样的气势要出来 是不容易 所以透过这样的 这个弟弟 后来是变成军事方面的一个人才 这个画家 这个画竹 当时他在年轻时代的那个情形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他是侧面 他是正面 那种遗传的这个基因 还是非常强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这个兄弟兄妹 或者亲属之间的那些关系 那透过母亲的 父亲的那样的一个染色体 基因的一个 这个遗传的一个结果 它相似度一定会是 有那样的 所以这个亲属之间的血缘 譬如说捐肝 或者捐肾 或者是捐水 这个可能性都比一般的 这个要来得高 就是这样的道理 但是我们在怀孕的一个过程里面 有很多的一个组织器官 它会先形成 譬如说几代好了 到后来它不需要了 那有些器官也是很特别 它在原先在胎儿的时候 它存在 但是慢慢长大 出生以后 它就不见了 但是如果它没有不见 它就可能产生出问题出来 譬如说像这样 这是奇怪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膀胱 膀胱见看到 大家看起来暗暗的 看不太很清楚 感觉好像有点空气的 在膀胱里面的一个状况 是 这个病人 年轻人20出头 主要是右侧的 腹骨沟那个地方会疼痛 反复的发生 反复的发生 有一些刺激 感染 疼痛的一个情形 那后来再寻找它的原因 腹骨骨疼痛 是肠子里面的问题 还是是膀胱的问题 要去做鉴别诊断 它吃啊 这个排便 这个都非常正常 体重 这个也都很正常 大便也没有什么异常的一个状况 再做膀胱 咽尿的检查 发现怪怪的 感染的情形 然后再做膀胱镜 发现这个不对 然后当然后续还要 再进一步去检查的时候 就知道说怪怪的 这个确实是有点问题 在这里 这是我们做电脑断诊的时候 横切面来看的时候 这是肠子 可是这里 这个地方是怪怪的一个东西 那这也不止 这是叫前面的腹肌的那个位置 前面这个地方 都有一个一个 它的一个存在 而且从上面一直到下面 这是到膀胱 这是骨盆的地方 膀胱的地方 一直到这里还有通道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 到膀胱这里还有 所以从上面脊带这个地方 这是脊尿管 畸形囊肿 意思就是说正常的时候 我们在baby 小baby在胎儿的时候 它会在脊带这个地方 到我们的膀胱这个地方 会有一个管子 长大以后这个会闭合 它没有闭合的时候 就形成一个囊肿 在那样的位置 所以从正面来看的时候 从底下这里 往上会到膀胱那个地方去 所以这个到膀胱这个地方 来的一个状况 所以告诉我们说 人体的一个结构 这是已经进入膀胱 黑黑 比较灰色 这一点的一个地方 就是呈现出那个 还残留的一个痕迹 所以这个痕迹 如果里面有发生一些感染 或者是一些 堆积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会临床上产生这症状 如果知道问题以后 就跟它开导 解除它的一个问题 所以肢体的动作 永远还是最重要 要提醒自己的事情 来收看 再会